丹丹的薄荷清香进入新皮 今年的玉佛台有些不同 今年我们2018年使用薄荷不是玉佛台 因为薄荷的股间化是火荷 就是意思说也是保护的意思 我们使用食尚中心的回缩点击盆来种植这个薄荷 因为我们希望落实立化在佛池 人人供养在佛前 安清班的老师讲说他们要拿来供佛用 所以我就想可以试试看 因为那个点滴的盒子毕竟还是用过了 没有就这样移植 其实可以用过这个盒子来种植 其实是个很不错的概念 用回收的点滴盒种植花草其实并不简单 那些干枯掉的我就会扒掉了 又再加插又再去找薄荷子来插下去 都有两三次也有请爱子说 你请早上晚上放学回来的时候 都跟他讲一些爱语 然后我会发现到有一些进展 那个薄荷会长出来 这是用祝福灌溉的薄荷 遇佛台上 他们要传递的是最美的芬芳 当然新闻黄疫情 陈瑞文马来西亚综合报道